新北市怡里你好 警方一天下来要接到上千通的报案电话 但是民众的报案内容更是千奇百怪 有人报案在新北市树林这里遭人攻击 警方来了三次却发现是民众谎报 民众凌晨四点多打电话报案 有人要打他甚至有武器 警方紧急抵达现场却没有看见打架的情势 没想到早上七点分别在零五分 以及四十三分再次接获相同地质报案 警方多次劝阻民众不可以乱报案 就是不停被依赦违法送办 裁定开罚三千元还可上诉 同样谎报事件在新庄也有 打电话报案有人开枪却不用开罚 像警察谎报有人开枪的行为 还是可能会触犯刑法的未指定犯人诬告罪 广报开枪一次不能用社违法来办 原来是因为条文规定 如果广报灾害像是台风火灾地震空难等灾情 警方当下就能开罚 基于案件需要符合多次报案 履劝不听才能开罚 警察正式恶意缓霸 且经过远警劝阻不听 将以社会秩序违法移送裁法 新北市警察局统计两年下来民众因劝阻不听 无故拨打110遭到移送就达八件 也印证警方接获报案就会出动 民众千万别为了好玩浪费警力资源 TVBS新闻告知王湖新北采访报告